本投片为关以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第二游戏 名鸟游蛇之歌 话说从头的前撞故事 也是电影系列的第五部 史诺总统年少清狂的那一段 一样来自第十二区爱唱歌的女主 改变这一切 是如何走向黑化的呢 一起来见证这一段爱与背叛 来咯 深受到了全球独者与语迷 所拥护与喜爱 这是电影系列的第五部 也是一部前撞电影 接着游戏名鸟游蛇之歌 要带大家话说从头 有看过前面系列的朋友 应该就会知道的 由唐纳苏德兰所饰演这一位满头白发 总统先生 这部的故事就是要认识一下 总统先生的过往 而电影的一开始呢 就从黑暗时代开始说起 先是看到了飘雪恋恋恋的夜晚 街道上一片囊急 还是小男孩的男主 跟他堂姐 试图在寻找失误 可以看到了 战乱造成了 私会国民众 大家都没东西吃 甚至更惨是 他们两个回家之后 祖母告诉了这个坏消息 小男孩的老爸 也就是苏拉克史诺将军 找了叛军突袭挂掉了 然后接着时间 过了13年 小男孩长大了 看到的是 汤姆布莱斯 饰演的克里奥兰娜斯 史诺 前面因为老爸不在之后 他们整个从始加入中路 而原本希望获得奖学金 来改善他们家生活 但是愿为 今天改变的做法 是让克里奥希望落空 首先来了解一下 设定在饥饿游戏三部曲 64年前 当时各行政区判断方些 可以看到了 一开始 小男孩 年轻的克里奥 就是后来小说正传 三部曲 那位满头白发的总统 如果穿电影的话 电影拍成四部 第三部曲是拆成的 只有幻梦part 1 只有幻梦终结战 继续的主着 就是以这一位 私会国未来总统 本片就是要带大家 来议会我们的男主 这变得一开场 看到了从老爸过世之后 在没前没事状况之下 他是如何 逆境应对 认识了我们女主 然后 是如何帮助女主 又是面对到 怎么样的状况 期间的心怒历程 是导致他心态开始扭曲 甚至 事件变成 后来那一位 人格十分病态 史诺总统 而整幕电 其实是分成了 三个章节的心事来说故事 第一个篇章 先带出了 克里耀的家境 在学院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彼得丁克莱杰 饰演的海霸动院长 还有维拉戴维斯 饰演的各博士 克里耀跟同学 还有院长 博士一些微妙关系 然后 通过博士的宣告 今天讲学精美了 每个院生还必须 要指导一个公平 来进行游戏 接着看到了 克里耀被指派到的 就是我们女主 她是由瑞秋真格乐 饰演的 陆星格雷 来自第十二区 这部片确实是有一个门槛存在 因为毕竟前面已经有一整个 完整系列电影 人物背景 如果在看这部电影之前 看过前面系列的人 确实是可以比较容易 进入状况 不过呢 相对来说 这部其实是前传电影 反过来说 没看过极乐游戏 确实也可以把这部 当做是一个路门 而简单说 极乐游戏 世界观的重心 在私会国 可以看到 这个大致上 以美国本土 为假想的私会国 都城管辖底下 有十二个区域 隐藏版的 第三区域 就先不说 克里耀 他们住的这个地方 是都城 然后表面上 说是要惩罚 各行政区 每一年都会举办 极乐游戏 每一个行政区 必须要推一男一女 来进行游戏 所以 总共是会由 二十四个人 参加每一年的 饥饿游戏 也看到了 海拔动院长 是饥饿游戏的 开创者之一 电影中 这一年 其实来到第十届 而克里耀 原本对 缅大奥奖的女性 是很不开心的 但也是在 韩克学佛 饰演的 提格丽丝的体点 他就是 带着小时候的 克里耀 找失误的那个谈结 提格丽丝 告诉他 同理心 用不同角度 看事情 所以 就看到 二十四个公平 来到独神的第一天 我们男人组 就跑来车站这边 亲自来迎接 我们的女主 我应该不是 但我是你的教授 一个侠 你的招待 是把这些孩子 变成图 而不是侮辱者 哈 确实 带着短白玉龟 前来迎接陆西 克里耀 大胆的举动 确实引来的 相当大轰动 包括后来 克里耀 还一起上个车 被送到动物园 然后呢 过来直接上 现场直播 被杰森修之曼 饰演奴克来修 幸运 弗莱克曼采访 大家应该记得 前面系列的 弗莱克曼吧 十三次突起 饰演了那一位 凯撒弗莱克曼 这边奴克 就是凯撒他们家族的 阿公以上的备份 而刚开始 克里耀的行为 却是造成很大的骚动 不过 这样的举动 过去没有发生过 所以某一部分 无意之间 也形成了一种宣传 加上一方面 克里耀有某些层面 是同型的路西 但从某个层面来看 帮助路西 也是帮助他自己 克里耀写了一份 游戏改善计划给博士 类似的就是现在 网路上 线上直播那样 克里耀提出 一些类似按赞 抖内的机制 没有错 也就这样 克里耀引起博士的关注 另外呢 这边具体某个层面 不止游戏里面 在游戏外面 克里耀还有其他同学们 一些互动 意外也变成了 另一种形式的 勾心跺脚 这期游戏 由院生来当导师 其实也是别有居心的 不只是场内 而是公平 为了生存相互厮杀 场外呢 像是有同学 故意想要要功 被博士试破 下场不美好 这位女同学 后来被蛇咬到去休息了 求学安德烈是里维拉 饰演的塞加纳斯普林西 她是有钱好野人的子弟 老爸超级有钱的 其中一直提到的 普林西 就是他们家提供的奖学金 而里面塞加也跟克里耀 形成了强爱对比 她是克里耀 选好朋友 但某些理念不同 她是有钱的儿子 然而她强烈反对游戏 就是塞加有些崇高的理念 不过另一方面 有些人是会有些 环顾子弟的作为 像是耍任性啊 有一件事情 还是得留给有钱老爸 在后面插屁股 就像游戏正式开打之前 攻击一些盘装分子 炸场馆 游戏还没有正式开始 就有人在爆炸中GG 或是一些撑断逃跑的 怪就被所谓开箱给挂掉 然后克里耀因为很穷 人想做过游戏赢回来 所以想很多办法来帮路西 像是先去探勘场地 在正式开始前一晚 老师的路西有哪些密道可以赌 就算是机场已经被炸毁 一部分依旧要继续举办 可以看到了 这时候游戏的规模 还没有那么盛大 因为毕竟只是第十届 小说三部曲 从第七十届开始的 所以某些观察角度 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 里面游戏细节 可以说也是影响 后面一些游戏规则 而看到了剧院里面 好啦 他们个人是认为 其实我们女主也并不全然 是一只小白兔啦 因为他们那边 是长女儿抢她男朋友 所以抓一只神 放到市长女儿的衣服里面 多少可以知道了 路西也是相当有个性 独一自主 尤其路西爱唱歌 她美妙个生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也因此克里耀 好几次想办法 要让路西可以当众唱歌 然后第二篇章 捍回到了游戏正式开始之后 双场管备杖 不过也变成一种 另类废墟斗斗场 一些柱子石块 大家可以爬上爬下 被炸说的地道 则是一些弱小 可以躲藏的地方 所以即使路西 并不是格斗类型的角色 因为身为一个孤儿 懂得生存之道 在其他一个接一个领便当 然而路西却还是好好的 整体来说 这部片并没有到 很够力的大场面 重点反而是一些故事环节的 西区张力 第一篇章重点 在铺成舞台背景 男女主角的人设 第二篇章 其他游戏正式敲锣登场后的 一阵尸杀 各种状况 被杀的内红是想常杀的 可以看到 公平人数也快速减少 大家为了生存 这部分呈现在极度残酷的环境之下 人性大而无存 只不过 在看过前面系列的风风雨雨 好了 是要点到 但跟前面电影系列比较起来 场面其实还只是小K 被死了一些 W大概讲过 大致上 第一天露西跟另一个同伴 躲在地道密室 而第二天 同伴因为被贬物咬到 开始抓狂了 两个人跑出来 追在追去 再加上其他人 开始追杀 嗯 好像在前面 克里奥给了露西一些毒粉 不然是帮脱困 弄过来一个 追她的男孩 露西毒粉 加入水里面 也害死了 另一个小女孩 而过来 不是不忍的 养蛇千日 用在一时 情势 政治力 干涉之下 下中招 要来放毒蛇 咬人了 要来说的是 这部明鸟游蛇之歌的重点 其实还不完全都放在 这一届的饥饿游戏这边 游戏的部分 只占了其中一部分 就看到了后来 其实在场包括了露西 还有几个公平 在坚持不下 但不是收到命令 要收拾掉这一整个残局 派了人就掉了 他实验室的一大桶 满满的毒蛇过去 也是再一次 好家在呢 好几次进出博士实验室 克里奥 东西到了博士的想法 赶紧跑去实验室 把一条上面 沾有露西气味的手帕 偷偷就塞到了 那一大罐满满毒蛇的 玻璃罐里面 呵呵 是看到了 失神失神 就看那一瞬间 玻璃罐破裂 满满的毒蛇 就这样一涌而出 在其他人 都被毒蛇给挂掉之后 虽然是吓呆了 但就在露西的美妙歌声之中 大家以为是奇迹 其实熟悉露西气味之后 毒蛇并没有他 这一次游戏 最终是以露西 为最后生亡者的赢家 只不过 居然这一次转折 跟他老爸有仇 克里奥 前面种种作弊的行为 被院长抓到了 经过行为的作业员 克里奥 最后被流放到第十二区 今天的游戏 明天有游蛇之歌 导演是 法恩西斯 导人是 练好看的事 可以单单满足 各位粉丝老朋友 带大家前往一看 《一家儿子》之前 历史的回顾与大解谜 也包括通过录器 在里面唱歌 是真实的不少 赞哦 在不之前没想过 瑞秋真格乐 唱歌可以唱得那么好听 不过呢 另一方面 剧情相对 就比较流水障形式 故事说的是以克里奥为主 然后再加上 路西为辅 所以说 这期的接游戏 只是中间一个过程 导演看到了 银座币克里奥 被离忘到第十二区经过 第三篇章 赛家里自愿 跟着克里奥来到这边 嗯 没错 克里奥的目的 当然是希望 可以再重逢路西 所以导演秘密的安排 确实他们是再度碰面的 只是这真的是一段 有些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吗 恐怕并不是啦 在这些残酷 现实无情的嘲弄之下 小口幸福 只是短暂的 后面还有大事要发生 第十二区 是一个背叛 让人伤心之地 而到底克里奥 是如何正式 布下他黑蛙之物的呢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到电 或想保留点神秘感人 请看到这里 加油 黑洋 车手调述之歌 来帮说明了这部的结局 呃 真的是大的遗憾 最后 这是很无奈的一个发展 克里奥跟赛加 来了第十二区 原本会以为是新的开始 但没有想到 赛加在这边 结交一些反叛分子 克里奥 圈个好朋友 没有用的状况事象 克里奥陆下他跟赛加的对话 寄回去给督神的博士 也没有想到 关他绝对一次争执之中 过程克里奥还想打死的 市长的女儿 有些人把枪藏起来就没事了 但还是粗暴 几个反复分子被抓 也包括好朋友赛加 是因为克里奥陆下 跟他那一段对话 争取缺找 结果呢 克里奥没事 但赛加在这里面当了 跟判军一起被吊死 GG了 更也是呼应这首歌 里面看到 陆继创作这首歌 因为这颗执行调情的树 隐藏的情境意外贴近的 故事里面克里奥杀了三个人 第一个在游戏 为了救赛加杀了其中一个人 第二个是克里奥 还想打死市长女儿 第三个就是他的好朋友 赛加是被他出卖给害死的 本身也是造成克里奥 跟路西决裂的原因 路西不再信任他 而克里奥则认为了 在为路西付出这么多 路西最后竟然是背叛了他 总结来说 这11部故事兴高 但没有太多惊喜之助 是没有错啦 整部相当程度 重视反映的小说原著 并不是说电影不好看 其实故事峰回路转 甚至写着像是学生鸟 名鸟游蛇的异象 还有带出系列超经典 吊人树诗歌 背后的故事与一涵 对重视本事与老朋友而言 绝对一定要追到家座 但相对的 各种小说再来看电影 惊喜可没那么多 而电影结局无可避免的 认为人性自私也不可信任 原本说好了 要一起失奔天涯破局的 路西射陷阱 放车咬克里奥 克里奥开枪打路西 在胜利之后 克里奥再也没见过路西的 虽然对于害死好朋友 是强制者 无法是为被背叛 不过克里奥还是生满了 这一切亏疚与备奋情绪 后来克里奥终于被调回到都城了 因为举发赛家 博士认为克里奥是可造之材 决定要来继续再被克里奥 包挂给普林奇奖学金 克里奥把自己升级到了另一个层次 虽然是能护金吗 还没到极致 但包括后来跑去找院长 成绩毒害了院长 不论是杨山 心机重 冰胎的斯诺 是慢慢成型的 也说到路西 这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下场 换个角度来看 包括跟小说三部曲 还有一大段 这些或许就是未来 可能再有许及的空间 也是总之 再次推荐给喜欢饥饿游戏朋友最好追满 还有什么意见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饥饿游戏 鸣鸣游蛳之歌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